主嫌陳福祥清晨落網之後 現在經過一整天的訓問 在稍早也就是傍晚6點25分的時候 已經移送台北地檢署接受付訓 詳細的現場情況 立刻連線記者李怡婷告訴我們 是主播各位觀眾呢 那個涉嫌犯下西門町而被停上槍擊案的主嫌陳福祥呢 經過一整天的訓問之後 是在稍早6點30分左右 被送到了台北地檢署 那當時他進來的時候 從最新的畫面我們可以看到呢 當時他進來的時候 是手上有戴著手銬 以及腳上都戴著腳樓 那他背後呢 還有霹靂小組跟特勤隊的隊員呢 也是在持槍呢進行介護 那因為陳福祥呢 之前在十多年前曾經有一次逃跑的經驗 這次呢警方也不敢大意 除了有特勤隊隊員介護之外 北檢這裡還都部署了大批的警力 就是要防止發生變故 而陳福祥呢 他如果今天沒有拒絕葉真真訊的話 檢方這邊也會立即來對他進行訊問 那因為他犯的是殺人重罪 所以有可能會被檢方這邊來申請積壓 那漏夜呢 就台北地方法院漏夜就會來召開積壓廷 那關於三名涉嫌藏 陳福祥的三名共犯 就是洪信腳頭以及兩名小弟呢 在五點多的時候 也已經進到了台北地檢署來先行進行訊問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的目前最新消息主播 非常易聽帶來現場最新消息 後續有任何最新的情況 我們隨時為您連線插播報導